说起来就离谱 施洛银原本是宝可梦中的一个都市传说 但最近它竟出现在了MC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玩家因为没有正版账号 所以便在网上下载了一个离线版本 下载完之后 他发现里面居然有个之前玩家的存档 然后打开这个游戏存档后 事情就变得越发古怪起来 进入游戏没多久 玩家便找到一个小屋 根据他物品栏了书介绍 这是存档主人仿上自己现实中的家园 建成的房子 房子不是很大 只有大厅和地下的卧室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建筑 但因为时间远古 玩家决定天亮再去查看 第二天玩家乘着小船 来到了冰面另一侧的橡木桥 在那里的尽头有个告示牌 其实距离地面的高度 这里则是一个类似烤箱的建筑 和一个木制小亭子 不然看出这是个观光餐厅 竟然没什么特别的 玩家便扭身回到了房屋 而就在这时 原本空无一物的冰面上 竟多了只奇怪小羊 并且这羊还有个名字 叫做Hurry 翻译过来就是匆忙的意思 更加奇怪的是 这羊虽会发出咩咩声 但却一动也不动 玩家对随着着实好奇 于是便回去做了个拴绳 尝试拉动它 结果这羊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仅如此 玩家还尝试了其他手段 例如各种攻击 但羊却依旧如此 国家难合之下 玩家只好就此离去 大概两分半以后 当他再重返却发现 那羊竟神秘消失了 难道是有什么东西 在控制羊的出现吗 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 想让玩家看到些什么 就比如那个名字 玩家虽有些疑惑 但没放在心上 便接着去生存了 然后当他再走上项目桥 却惊奇地发现 有一只牛 这牛的情况跟羊一样 也是不动有名字 叫做 Leave 离开 玩家细思极恐 因为将牛的名字 和羊的名字组合到一起 Hurry leave 就是快点离开 这 这是先前存在的主人 在警告后来者吗 有可能 所以玩家后退了下 又重新过来 发现牛也消失了 玩家开始有些慌了 因为眼前真是太过匪夷所思 而由于夜晚即将来临 他就没有过多思考 决定先回基地 回去之后 他看到在通往卧室的入口 竟多了块钻石 玩家瞬间起一身 击别疙瘩 钻石没有脚 所以他出现在这里 只能是谁放的 可游戏 却是单人 玩家寻思等天亮在调查 便决定先睡觉 结果公平却也提示 你现在不能休息 三个点在附近 三个点 这个相信熟悉宝可梦 都市传说的应该知道 它是那个被祖宗卡台中的 主角名字 就这样 玩家被迫来到外面查看 结果逛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发现 于是 他再次返回小屋 但这次他没有直接躺下 而是将床 放在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这样已变得确定附近情况 还人一圈后 玩家尝试点击睡觉 结果公平仍然提示有人 可父亲明明什么也没有呀 难道他是隐身的 玩家怀疑可能是区块问题 于是又带着床跑了很远 但还是这样的情况 而这次等他再返回基地 发现那里竟被人冻过 悄悄的仙人掌被移动 卧室里 多了一张灰色床 最离谱的是 当他上来准备出血 看到大门的林子中 站了一个实体 他急忙追了上去 但来到木亭子那里 实体突然品工消失 再也找不到 寻找物果后 玩家只好先回基地 但没想到这里 却放满了告示牌 内容全是三个点 对此玩家也搞不懂什么意思 接着他又来到了卧室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那床上竟躺着个实体 回家联邦上见 本集完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听到的 我听到你 想听到你 我听到你 会让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